checkbox是负选框 在小程序的一面上可以添加一组负选框 这里我们先用一组checkboxgroup 上面可以用一个name去给这组负选框上去起一个名字 每一组负选框都可以把它放在一组单独的checkboxgroup里面 它里面就是不同的负选框的项目 每一个项目都可以用一个label去添加一个标签 然后在这个text的组件里面就设置一下标签上面的文字 负选框项目我们用一下checkbox这个组件 在上面用一个value这个属性 它表示的就是这个负选框的值 也就是用户如果勾选了这种负选框的这个项目 那么这个value属性的值就会包含在这个负选框的群组里面 再添加两个这样的项目 然后在这个checkboxgroup上面去绑定一个change时间 负选框发生变化以后会触发这个时间 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下之前创建的input handler来处理一下 保存再到开发者工具去预览一下勾选一下负选框 注意控制台上面会输出这个负选框群组的值 再提交一下这个表单 负选框群组里面的数据也会在这个表单里面得到 这个数据是一个数组 数组项目就是被勾选的这个负选框的值 一般如果我们有一组负选框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循环来输出一下 我们可以在这个页面的data里面去添加一组数据 比如我们可以叫它items 每一个对象里面的都会有一个name属性 表示这个项目的名字 还有一个value属性去表示这个项目的对应的那个值 然后再添加两个这样的项目 回到十足文件 这里我们只留下一个负选框的项目 然后在这个负选框项目上面的这个label上面去添加一个wx4 去循环一下页面里面的items 后面我可以再添加一个wxk 去指定一下这个项目的所以你的名字 tax组件里面的东西就是itemname 这个负选框的值是item的value 这个页面上会显示一组负选框的项目 radio就是单选按钮 这个单选按钮的用法跟checkbox差不多 一组单选按钮要放在radiogroup里面 再修改一下它的名字 同样可以bind的一个change事件 这个单选按钮的项目用的是radio组件 保存一下这个文件 现在页面上来会显示一组单选按钮 用户可以选择这组单选按钮里面的其中的一个 提交一下表单 这个单选按钮组的值可以在表单的smite事件处理里面得到 按钮数据